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座规模宏大 结构极为精巧的汉代墓葬 由大大小小十五间墓室组成 南北两条墓道笔直地钻入山中 几乎将小小的龟山整个掏空 每一间墓室的雕噪都十分精巧 卧室 客厅 马厩 厨房 一应俱全 井然有序 俨然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墓葬的主人 应该具有王者之尊的显赫地位 然而 谨慎的考古专家们 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 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 他们仔细地在墓葬中搜索着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 希望能够找到一件具有说服力的文物 来直接证明墓葬主人的身份 令人失望的是 耗费了大量时间的发掘工作 不但没有为考古专家们 提供任何明确的线索 来确认墓葬主人的身份 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在少得可怜的出土文物中 专家们惊讶地发现了两件 十分特别的文物 一件是王莽时期的霍权铜钱 另一件是南北朝时期的青磁碟 这两件文物都不属于西汉时期 却意外地出现在了 这座汉代墓葬的北侧墓道附近 而本该用来封闭墓道的巨大塞石 也早已不知被谁拖拽出了墓道 凌乱地散落在四周 专家们判断 这座墓葬很可能在王莽时期 或者南北朝时期就曾被盗 面对着支离破碎的线索 专家们多少有些发愁 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 专家们又该如何去考证呢 墓中出土的汉代武朱钱 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这种潜底最早出现在 中国西汉的汉武帝时期 专家们因此断定 墓主人所处的时代 应该不会早于铸造和使用 武朱钱的汉武帝时期 而采用崖洞墓的形质 将整个龟山几乎凿空 设置大小15间墓室 总面积高达500平方米以上 这个规模绝非当时一般的官吏 或者民间富豪的财力所能达到 更有可能是当时某个诸侯王的墓葬 在汉武帝时期 徐州属于楚王的封地 所以最大的可能 这座汉墓是汉武帝时期 某位楚王的墓葬 随后专家们又对曾经在这里 生活过的前后十几位 西汉时期的楚王进行了筛查 最终推断出这座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是西汉楚乡王留住 或者楚节王留纯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留住还是留纯呢 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情况下 专家们实在是无法回答了 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线索 专家们对汉墓主人身份的考证工作 不得不停了下来 1982年冬天 工作了整整一年的考古专家们 不得不暂时离开了龟山汉墓 在之后的几年里 考证工作一直没有丝毫的进展 直到1984年 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揭开了汉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而这个人既不是专家 也不是学者 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电工 1984年冲季的一天 江苏省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电话是从江苏徐州打来的 听声音是个年轻小伙子 在电话里 他点名要找当年负责龟山汉墓 考古工作的南京博物院专家 游振瑶 在得知游振瑶正在外地出差之后 他对工作人员说 我是徐州铜山县石屯的 我捡到了龟山汉墓留住的印章 想交给游先生 请他到徐州来一趟 说完这些 他还留下了详细的联络方式 接到电话的工作人员 感到事情重大 立即向自己的领导进行了汇报 而在电话的另一头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徐州市某油电局的 长途电话大厅内挂断了电话 起身交了四块锅钱的 长途电话费之后 离开了油电局 他是徐州市 铜山县石屯村砖瓦厂的电工 名字叫王德成 这一天 王德成专程从铜山县来到徐州市内 找了一间可以打长途电话的油电局 给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 游振尧打电话 王德成手中真的有 龟山汉墓中的印章吗 他又是如何得知 考古专家游振尧名字的呢 这还要从一本叫做 《石屯志的书》说起 1983年 铜山县石屯出版了一本叫做《石屯志的书》 内容都是与当地有关的题材 其中有一篇文章介绍了 位于铜山县境内龟山汉墓的发掘过程 和考古成果 这篇文章的作者 正是考古专家游振尧等人 在文章中 游振尧推测龟山汉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是中国西汉时期的 楚湘王刘柱 或者楚杰王刘淳 无巧不成书的是 这篇文章正好被 殿公王德成看到了 回到家后 王德成翻箱倒柜 从角落里找到了一枚小小的印章 这是一枚银制的印章 印钮是一支四足挺立 昂首爬行的小龟 造型独特 栩栩如生 印章上面 用汉代印章中最常见的字体 磨印钻刻了 留住二字 磨印钻字体线条 工整丰厚 转折方茎而圆润 风格介乎 传书和历书之间 而这正是西汉时期印章 所具有的典型风格 这枚小小的印章 王德成已经保存半年多了 而他最初得到这枚 龟扭银印的地方 正是龟山汉墓 如此重要的文物 怎么会在王德成手里呢 原来 这个绍不更式的毛头小伙子 竟然在无意之中 犯了一个大错误 1982年底 龟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 考古专家们陆续撤离了龟山汉墓 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黑曲曲的山洞 充满了好奇 听说是个古人的墓葬 大家都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年轻的人们三五成群地 偷偷钻进汉墓 装神弄鬼地相互吓唬着对方 玩得不一乐乎 王德成也是其中一个 一天中午 趁着午休的时间 王德成和几个同事来到龟山汉墓 在里面钻来钻去地瞎逛 汉墓很大 里面又黑 王德成不得不摸着墙壁在里面走 脚下的泥地里经常能踩到一些硬硬的陶饼 好奇的王德成捡了几个 用手托着打算拿出去看看陶饼的样子 在捡最后一个陶饼的时候 王德成在地上摸到了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的东西 沉甸甸的像个铁块 王德成顺手也把它和陶饼放到了一起 出了古墓 王德成在小河沟边把手里的宝贝在河里涮了涮 这才看清那个沉甸甸的铁块原来是一方印章 上面趴着一只小乌龟 王德成觉得好玩就顺手揣进了兜里 他并不知道私闯古墓是违法的 而被他当作玩具的那枚小小的印章 竟然会成为确认汉墓主人的唯一线索 王德成拿着这枚带有小乌龟的印章 玩了一些日子 弄明白了印章上面刻的是留住两个字 渐渐地他没了兴趣 就把印章随手扔在了家里 没再理会 半年之后 当王德成在石屯志中 看到考古专家游振尧 根据各种线索推断出 龟山汉墓的主人 有可能是中国西汉时期的楚乡王留住时 王德成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可能把国家的文物给拿走了 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 大错误 王德成连忙跑到徐州市区 给远在南京的游振尧打了一个电话 希望把这枚龟钮银印交给游振尧 王德成的电话引起了文物部门和徐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1984年底 文物部门来到王德成所在的砖瓦厂找到了他 并顺利接收了这件能够证明汉墓主人身份的印章 在当地公安干警的护送下 这枚小小的龟钮银印再次回到了国家的怀抱 为了表彰王德成捐献文物的行为 文物部门还为他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自此有关龟山汉墓墓主人的谜团彻底解开 龟钮银印作为珍贵文物 被陈列在了龟山汉墓的展厅之中 规模庞大的中字形王墓 一件又一件高级别的随葬品破土而出 一波三折的考古发掘 劫后余生的稀释真评 这座王者之墓到底归谁所有 比金银玉衣更罕见珍贵的玉器随葬品 又是什么 国宝档案讲述大云山汉墓的故事